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 机场重新开放 除了入境区域的用餐之外 我们其他地区都开放 我们预期旅客量 或者是民众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今天我们就得到了 鱼汉科技捐赠的这一个义菌昌能 对我们来讲 整个入境防疫 多了一个非常容易的工具 我们谢谢鱼汉科技 也谢谢鱼汉科技 对我们公司 以及对于整个老园机场 防疫的支持和帮忙 我们下期再见